大家有没有发现 咱们老百姓去医院看病 80%的医疗费都是设备检查费 这真的合规吗 最近有一位网友发文说 自己的爷爷生了病 到目前为止已经花了好几十万了 但是还不见好转 以后不知道还要花多少钱 医生给的缴费单一看 80岁的老人一天医疗费要9000多 但药物只占了五六百 剩下的全都是透析机呼吸机之类 等等这些医疗设备的费用 这个时候护士进来跟他的母亲说 又欠费了 如果不续费就要停呼吸机了 他突然有一些无力感 看病真的是个无底洞 同时他有十分的疑惑 这医院本来就是看病治病的地方 用什么样的设备看病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吗 仪器和设备就不应该是他们付钱 或者说费用不该那么高昂 这就好比去饭店吃饭 饭店会收什么锅碗瓢盆的费用吗 去修车 老板会收取那些什么钳子镊子的费用吗 这是不合理的 那为什么医院要收取设备费呢 如果大家看病 要出这么高昂的设备费用 一个月下来要几十万 那是不是可以让大家把设备打包带回家呢 医院里的仪器哪怕是再好再先进 那也是医院本身该有的 因为你是医院 并且医院最好的设备 难道不该是医生的技术吗 可他们的收费却是最低的 而仪器设备只是辅助医生看病的 那医院如果停电没有设备的话 那医生就看不成病了吗 建议医院取消或者降低一些设备检查的费用 大家对这个网友的观点是怎么看的呢 您觉得这样合理吗